Oh, the sutra tells me to do that, and then when you face the actual situation, it comes up. 這個當然,念佛的功德力是最大的。做嘛。 自成的孝心念佛,回向給母親啊,還有她的冤親在主。 因為這個也跟業力有關。 但首先,心要顧好,不能慌。 對,對。 她剛剛說的事事是好事,你心態要積極樂觀。 你看你心態對啦,有可能這一件事啊,你們家裡的人都提升了。 但是我們心態不對啦,可能家裡的人都因為這件事痛苦啦。 所以同樣是緣喔,隨緣妙用。 緣妙在心啊,不配這個境界。 讓我們煩惱啦,讓我們這個動心啦。 就是你,妙用就是說,你不被這件事影響你的情緒。 你就可以在這件事產生什麼作用呢? 產生你在這件事當中,你成長了。 這件事裡面的其他相關的人也在這件事當中成長了。 沒有用啦。 作用啦,好的作用。 所以,在這件事裡面,你會有一個正確的效果。 你不只是依靠,你也會帶著一個正確的心態。 就像Meggie說,她想要達到那種程度。 那種程度是無法因緣生啊。 這句話就包含萬法。 包含她媽媽生病,這也是一法。 都是因緣所生。 所以我們學否之後啊,你看事情啊, 你就用因緣去看。 今天我母親的身體,這是一個結果。 因是什麼?緣是什麼? 你要把造成這個結果,這不好的因緣, 你就要把它調整。 從哪些方面調整? 從身、心、還有靈性。 這個身,大家好理解嗎? 你的吃啊,生活習慣啊,都會影響你的身體了。 熬夜啊,生活作息啊。 所以這個《黃帝內經》講的三句很好。 食飲有節啊,飲食要有節節度。 不能有一餐沒一餐啊,或者都沒有定食。 起居有償。 生活規律啊,睡覺啊,早睡早起。 不忘坐牢。 就是不要透支身體。 這三個原理原則。 身、心理。 因為心理會影響人很多。 我當時說,比方說乳癌。 你右邊左邊啊,都會因為不同的。 人是靜緣造成的。 這個男左女右啊。 那這個就是心理的問題。 那這個你也要能清楚應緣的狀態。 你媽媽的心情有沒有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再來就是零。 因為人有過去生帶來的業力。 為什麼人一算命。 哇,你我也被算過啊。 人家拿去算。 四十歲到五十歲,注意身體。 我真的這段時間垮下來了。 這麼巧。 其實那是過去生的一個善惡業, 在一生當中會現前。 但是問題是你。 你用正確的心態。 這些境你就可以轉。 對。 啊,靈的話。 那因為有過去生的業。 所以啊。 你就要幫你母親多放生。 然後念佛啊。 做功德給她回向。 這些冤親在主得了利益。 那可能就不來障礙了。 我舉一個例子。 前兩天。 台灣有一個。 一位法師。 世莊姓法師。 她的父親九十多歲了。 突然變了一個人。 非常暴躁。 結果,她就給她父親唸一千部地藏經。 結果她父親呢,就完全恢復本來的樣子。 就不再發脾氣了。 那就代表她那發脾氣是被干擾的。 被眾生干擾。 那這個又使這種大神經功德力很大。 這屬於靈性方面。 可以。 所以這個要三管齊下。 多管齊下來解決問題。 因為冰凍三尺。 所以一日之好。 所以你也要有耐性去應對。 這個急不來。 但是呢。 我們只要保持這個孝心呢。 跟佛菩薩就接通了。 都會加持你的。 你剛講地藏經的時候。 十方諸佛都來了。 代表人孝心起來的時候。 感應的加持力是很大的。 至於過程有什麼。 可以再探討。 現在有一個關鍵喔。 你就要時時讓自己保持。 讓自己提升。 所以像我那時候教書啊。 工作量很大。 我一有時間我就聽經。 所以我車上都是老樣的。 這個錄音帶在播。 讓我隨時保持在很好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聽經。 你也可以念佛。 還有一點特別重要。 你在工作的時候。 在講話處理事的時候。 你也是用精教在做事情。 你不能聽經的時候。 做事的時候呢。 你沒有把精教用上。 你在辦事的時候。 我們的習氣也會現前。 比方說。 脾氣上來了。 功德燒掉了。 那個整個狀態就保持不了。 所以生活工作處事在人呢。 我們慢慢養成一個習慣。 用精教來思維。 來指導我們。 一言一行。 好。 我看olt到時間審試。 他慢慢地。 然後這裡。 怎麼給你就。 然後我以後對大家。